德雷克诅咒继续存在 这次黑龙也遭了殃 加拿大歌手德雷克基本上是压住反向指标 虽然有时候会赢 但大部分是输的 德雷克压住56万5000美金泰森复利获胜 黑龙压住2万美金 结果两人都事与愿违 卡利尔朗特里表示 由于要解失败 他将退出UFC303对阵贾马哈希尔的比赛 朗特里的女友介绍了详细的过程 说朗特里不小心摄入了违禁物质 并主动上报 愿意配合UFC的相关工作 不知道希尔是何种心态 本来想早点打 重返冠军争夺战的行列 这下不知道会不会有替补 好在UFC303还有时间 安吉拉希尔通过降服获胜 拿到5万美金花红 安吉拉希尔在第二轮用断头牌 降服了卢安娜皮涅罗 这是他职业生涯十多年来的 第一次降服胜利 也是他在UFC中获得的第五个奖金 还是第一次获胜后拿到这个奖金 其他四次都是在最佳比赛中输了 拿到的奖金 另外一个最佳表现给到了卡奥斯威廉姆斯 在首轮KOR斯顿哈里斯 最佳比赛给到了头条主赛 莱罗内莫菲一致判定战胜埃德森巴伯萨 多名UFC选手观看了乌西克和泰森富莉的比赛 骨头琼斯表示 乌西克第八轮打得太棒了 比赛应该被停止嘛 第九轮富莉会不会重整旗鼓 再打回来 大帝表示 比赛太棒了 真的很难选 击倒的那次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已经等不及要看二番战了 康纳也在比赛第六回合结束后写道 多么精彩的一个回合 不过 比赛结束后她没有再发新消息 埃罗内莫菲打算把自己的绰号改回冰人 莫菲的绰号是奇迹 源于她曾经脸部和颈部中枪而大难不死 现在她想将绰号改回冰人 因为在这里没有奇迹可言 我命中注定要在这里 命中注定要成为冠军 就这么简单 乌斯曼预测大眼和爱德华兹的比赛 我想说我喜欢贝拉尔 但我更喜欢里昂 这项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正在学习如何使用笼子站起来 我觉得贝拉尔这样的摔跤手水平还不够高 无法把她带到笼子中央 并把她留在那里 我认为李昂辉的观察很敏锐 如果她训练得到 我认为她会取得胜利 对于打败自己的人 总要带一些高貌 以体现自己也是水平很高的 杰尔伯特伯恩斯说 为什么不想与卡温顿打比赛 我觉得 要让卡温顿这个家伙签约一场比赛 就需要演一出剧 一部不一样的剧 当她疯狂起来的时候 说实话我有点喜欢 我感觉看得很开心 我知道她只是在饰演一个角色 她很疯狂 占据了所有的头条新闻 不过我不会和她打比赛 让她签合同就需要另外演出一部剧了 骨头琼斯暗示将在打完米欧奇之后退役 骨头在和粉丝的聊天中 提到自己和米欧奇的比赛奖金为1500万 打完这场比赛后 自己就打算退役 2024年还没过半 已经有这么多精彩的比赛了 你觉得哪一场是最精彩的 走